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4月7日 今天是星期日 今天繼續來到 是農曆年2月29 今年是甲晨年農年 這一節我們跟大家說一節是國際消息的 這一節 是美國的財政部長 耶倫 香港通常叫耶倫 下方不要緊 只是譯音 耶倫去了 北京 會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強 緊接著 上星期 習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會見美國商界 美國 再一次 派出代表前往北京 其實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 就是這個 叫做中美關係 中國大陸現在絕對是想緩和的 這一節我們也大膽提出 如果 美國 真的好像 香港的官員所說 是惡霸 是忌安 還有按照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 所說 應該美國是黑社會來的 現在 竟然 國務院總理 要卑躬屈室 走去 在人民大會堂 接 黑社會的財政部部長 這件事對於 外國 的戰狼來說 是一件不能夠原諒的事情 這節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臨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經濟能力許可聽眾 記得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也請各位記得安裝VPN 看看就是北京 人民日報 還有政府新聞網最新的報導 李強會見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 國務院總理李強在4月7日 上午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跟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 李強說 在兩國 元首戰略指引之下 當前中美關係出現 是企穩 的態勢 習近平主席 不久之前 是跟拜登總統通電話的 真的慘了 按照香港 鄧炳強的說法 是打電話給黑社會的 還有香港的律政司 是大紅打電話給紀安 他說 雙方 一致同意要加強對話 管控分歧 推進合作 推動中美關係穩定發展 這就是最關鍵了 中美關係要穩定發展 香港有很多戰狼 相當之不滿 說不可以放過美國 說美國是黑社會 看看整個 是李強會見的 財政部部長耶倫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李強表現得 是相當之卑躬屈塞的 簡直 就好像這個 晚清的時候 對外打了多場戰爭 然後 是要各地賠款 是要和談的時候 是這樣的樣子 對於 說要反美的愛國戰狼來說 這是一個不能夠接受的畫面 李強更說 中美作為世界 前兩大經濟體 經濟利益深度交融 加強貿易合作對雙方各自發展 還有全球經濟增長 具有重要意義 雙方要加強溝通 現在看到了 最主要 對美國不滿的 覺得美國 在欺負華人 在欺負中國人 在欺負中國大陸 多數那些人 都集中了 在香港 多數在香港政府裏面 現在中國大陸 的政府 你可以說 是一個卑躬屈塞 向美國這些列強 跪低的 政府來的 所以 其實是要把這群人踢走 要將在香港 的愛國戰狼 擺到北京取而代之 如果不是 就會被列強瓜分中國了 這個故事當然不是我講的 主要 是香港那群戰狼說的 按照香港那群 愛國民族主義 的戰狼所說 其實這個 國務院總理是應該換走的 到底給誰做總理好呢 我們當然 是覺得 不義之選 當然是最早直接指出 美國是黑社會的人 最早把美國 鎖定 是敵人 還有黑社會的 當然 是不能夠 少了這個 香港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既然 被美國欺負 中國人民要抬頭 不能夠對美國低頭 既然是這樣 現任的國務院總理李強 正在做的事 就是姚美克烈 這件事 是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我們大膽提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 應該要撤換總理的 而總理的位置應該交給 香港的鄧炳強 不用做特首啦 特首這些位置 很小的 特別行政區 要做就應該做國家大官的 要做就要做國務院總理 國務院總理等於進入政治局常委 那麼多愛國愛港的聽眾 你們覺得是不是很正確 這個做法 藍絲的朋友 你們應該 是大力一點支持鄧炳強 是把李強取而代之的 聽到是不是很開心呢 陳國基 陳國基也是一個對美國破口大罵的官員 這個 我也不知道應該給哪個位置去做 因為李強的位置 是應該給鄧炳強做 大家都有個強字 如果國務院總理的位置被人做了 恐怕陳國基 是要做國家主席的 按照香港戰狼的邏輯 今時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徹底對美國跪低的 徹底叫做姚美克烈 這種做法 是絕對不能夠姑息的 簡直就叫做賣國 你說香港多厲害呢 香港充滿著前瞻性 是不是 正當 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沉醉 在跟美國交歡 唯獨香港的這群戰狼 是最清醒的 對美國不能夠放鬆 既然你們 獨具慧眼又有前瞻性 很難不把國家大局交給你們 既然你們那麼聰明 那麼好了 總理的位置交給你們做了 說了那麼久 大家都知道 當然這件事 絕對 是以下犯上 這件事其實是死罪 理論上 理論上如果是李強一個人 違反習近平的意思 走去對著美國 姚美克烈 這個總理就可能真的應該要換 但是現在的情況 其實並不是這樣的 現在的情況 其實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本人 也是堅持 要對美國 伸出友誼之手 如果要換總理的話 其實很簡單 其實連習近平的位置 也要換了 我真的想不到 整個中國大陸到底有哪裏有合適的人選 對美國最強硬的官員 大部分集中 在 在香港政府裏面 例如李家超 陳國基 鄧炳強 陳茂波應該沒有份 陳茂波上次 代替了李家超 在習近平身邊見拜登 代表藍絲的心聲 吐露一下 不過其實我不是藍絲 假如我是香港的一個愛國的藍絲 我看到今時今日的這個畫面 真的要痛哭 大家還記不記得陳正深 幻想一下 你是一個愛國的藍絲 美國明明是敵人來的 今天竟然 是跟這個 美國的代表 是握手 唱譚 笑容滿面 共進晚餐 彷彿大家竟然好像 是一家人一樣的 如果你自問曾經 是愛國的戰狼 說要對付美國 說美國 是所有東西的元兇來的 包括香港的大部分 親建制媒體 他們每天 國際新聞都在罵美國 如果你是這些人的話 你現在應該 是痛哭流涕的 好像是出師表 林表涕齡 但是我們到現在還沒看到有出師表 其實應該有人哭奸 哭著 是去奸這個 李強和習近平 叫他們不要對美國跪低 這個真的很好笑 徹底是笑話來的 香港的藍絲 網上大叫就可以 你叫他寫出師表 他真是 彩你都傻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了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剛才是试船送中